我跟scanning for the world的对比较以例子 很多很多例子看了一遍 现在我们来看Web 2.0 Application的Fuzzing Fuzzing的话有Application Fuzzing 跟Firewall跟Filtering 大概这两个部分 那什么叫Fuzzing Fuzzing的话 基本上就是Try 就是各种 我Random的来Try 那这个当然就有时候要用到一些工具 所以Fuzzing是一个 我们可以Fuzzing什么都 SML的Stream 或者JSON的Stream 因为我们在 在这个Web 2.0里面传的主要资料结构 就是SML跟JSON 那用工具是什么呢 工具是Web Application的Firewall Firewall Firewall当然是 很重要的 在安全里面非常重要的 在内外的网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元件 那它可以硬体可以软体 那在Web的 Web的Application Firewall 像我们讲W-A-F Web Web里面呢 这两个是Free的 然后又比较容易用到的 Mod Security 这是Apache在用的 那IHEP Module 或者是URL Scan 是SoundNet Framework 课本里面大概就 主要会介绍这两种 用到的Fuzzing这两种 这两种的用摆在 摆在 摆在后端 我们可以做很多Configuration 做一些Configure 做一些保护的功能 然后我们透过Proxy 来Try 后端的Service 好 那这边 这还是WS Scanner WS Scanner里面有一个Tab 有一个标签 这边是WS 这叫Fuzzer 就做Fuzzing 这边这个是 所以你对一个Web Service 对一个Target 对某一个Host 你就可以给它一个 所谓Fuzload 我要去Try它的Fuzload 它的Load是在哪里 那可以 可以这个 那我要Fuz吗 我用个SMRPC的这个Stream 然后透过Wscanner 我去Fuz一个Target 的Host 那这个Method是 Stock Get Quote 我要Get这个 微软的这个股票 那你说怎么Fuz它呢 那你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 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Pattern 去Try 你可以设 不同的Pattern 那 我得到的这个讯息里面呢 我就看看它里面有 Generate出来的这个Fold Code里面 有什么样特别的Message Fold Code里面 那下面这些是什么 下面这些就是Regular Expression 如果Regular Expression细节 我想你们大概不太记得的不多 但是很重要 因为不管在写程式的时候 或者用的时候 Regular Expression常常会用到 那 那这就是 我在里面搜寻 那么多讯息里面 我来搜寻 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Pattern 那 Rest Message里面也可以 Rest Message Rest的话就是 我们就讲过 有大概几种SOP的Rest 跟这个 SMRPC 这三种是在 Web 2.0用的比较多的 三个这个Skin 那如果是接上Stream的话呢 那接上Stream 那这边是一个接上Stream 然后这个从Yahoo API里面出来的 这个一个 的接上Stream 这个是API 那这边是接上Stream 下面这就是一个接上 这个接上Stream里面 那你也同样的 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讯息 就用这个接上Stream来Try 结果跑出来一堆的这个 Information 那如果这边是 那如果这边是 那这个例子是 要用2-way的接上Stream 2-way接上Stream 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边是用5-bug 然后用 用这个 用这个 就Store 就我们刚才前面看到 那个Store查询这个 那 我查询Store 然后这个 MSC的Store 里面它的 用Post把它送出去 用接上APC送出去 到那边查询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Core呢 它是 它是用 督友做的 然后里面 接上Stream 传出去 那output会是什么 output output再传回来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接上 那所以这个是 一个web service 它没有用到SML 它是用接上来做 那基本上用接上来做 用SML做一不一样呢 关键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 呃 SML基本上只是一个 Document 只是一个文件 那接上呢 在某种含义上面 它还是一个程式 虽然它 里面只是资料结构 但是它 它可以 要小心这个 eval 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小心这个eval 这个事情 因为有 这个 有人可能会把它程式码 inject进去的话 那它就可能就变成一个 有害的Stream 那这个wscanner 一样的 那wscanner 来try这个host 然后fastload 再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 把request送出去 这个request request random request 我产生这个request送出去 那response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基本上 你在这里random的test它 我利用 我利用这个工具 random的 来 来这个test它 然后由这个information里面 那现在是接上 那 当然你这样一个一个test 蛮慢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张要做 发行 要用工具呢? 所以 基本上用plasty 来做 用plasty 来capture所有的traffic 就是 用plasty 对ajax的话 也比较方便一点 那所以 用plasty 来做的话 那tool像 pyrus 我们最后会再看一下 burb firebug live这些 那这些都可以 帮忙我们 帮忙我们fetch 这些街上的自串 然后呢 呃 然后再try 那 那alus 是microsoft的这个 呃 service的这个 自串 然后 如果是对这个 像id password 从这边login 我要 要用街上送出去 那id password是用这个 这个接上 现在注意到 现在不是sml 是接上 user 然后password 这两个 console里面送出去 那送出去 当然你回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有没有 就 重复我们刚才sml这些动作 那你可以一个一个 再try 好 那 那这个是 呃 fuzzing的话 当然可以这样做 那如果是用firewall呢 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fuzzing 另外是个firewall 跟filtering 那 那 那firewall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 呃 我们要保护 这个application level的这个 程式嘛 那当然 这个 这个 一个是 我们 做content filtering 就是 就我们把 把这个 sml 做一个sml firewall 或者是接上filtering 保护这些内容 哈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哈 input的这个filtering 你要做好 一个是用firewall来做 一个是我们写程式的时候做好 基本上这两个 这两样东西 呃 都是需要的 一个是在系统的程式来保护 一个是我在开发的时候呢 我就 开发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要做好这个保护的这个动作 好 那 那 那在web 2.0这个 呃 attack vector 好 你要这个 呃 要攻击它的话呢 那attack vector有哪些哈 这有很多我们前面都看过了 我们很快再review一下 一下哈 asml poisoning parameter tempering 用character来temporary 或是parameter tempering 用datatite来temporary 这上一章的例子里面都有了哈 parameter用abnoval value 用不正常的这些value 来 把那些参数把它给污染掉哈 seql injection哈 这个上一章都有嘛 express injection 这实际上这个图 应该摆在上一章比较合适的哈 但是 摆在这边等于做个review了哈 那课本里面摆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边谈哈 然后代injection direction traversal and find system access 作为系统的command execution buffer overflow 没有特别谈 但是 其中sml那个 100个1000个 1万个的那个 node node dome里面 产生那么多 那也是一种buffer overflow 所以 这些都是attack vector的哈 那这些attack vector里面呢 它都有一些 相对应的string set 你可能都要做一些filter的这个动作 那 那这些 在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那做一些filter 直接过滤的动作 好 那我们要保护它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 那就是摆在这个 后面是web service 在application server 那前端呢是service the client 注意到我们这里不写browser 我们写service the client 因为这里有可能是 也是另外一个server的哈 只是要request它的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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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个 一个先进来 是一个web的app的 app的server的这个firewall filter 我这个 不管是各种string 从那边进来 那第二个这个 是所谓sob filter 那这边你可以定一些入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 看一些例子 这怎么样的来 来这个 这入了是长相什么样子的哈 那 那这个就是 透过firewall 好来保护 那 那如果说 你要在web service里面来看哈 这个 这个firewall的 就垂直来看的话呢 就layer的程度来看呢 那crime在这里哈 我们从 左手边request进来 右手 右手边response回去哈 request 经过web server 然后这边呢 是traffic的filtering哈 那这是 网路层次 系统层次的filtering 那web 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 resource 然后从这边 呃 回去 再response回去哈 所以这个是我想大家 要 可以熟悉 只是换一种方式来看哈 跟前面是换一种 就横的看 这是直 这是直的来看哈 那 那我刚才有提过哈 在 呃 apache跟微软 它各有一种工具哈 常常用到的 那在 呃 apache里面呢 比较用到的 就叫 常用到叫mode security mode security的话 呃 是 基本上 重点在http的filtering 我们说 我们现在谈 web security 那基本上都是以hp为主 那 可以再去找它了 那 那它的2.0版本以上 它都有sms stream 各种stream都有哈 那 那然后你可以安装哈 然后你可以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configuration 那做完以后 如果你的如果一个request哈 那这边 这边是一个呃 一个request的例子哈 那这个request是 就是 把它呃 放在一起哈 post 然后 看出来摆在一起 然后 simple 就是要get IBM 这个股票哈 就是i simple哈 get IBM 就是输入是个字串 get它的这个股票的这个quote哈 那response呢 所以在这个service做这件事 response里面 所以 我们的header部分不看哈 sob envelope这上面这也不去看它 result在这边呢 它是 回来一个float 然后80.02哈 所以这个webservice的 回来的是一个价钱 就是get get这个IBM的股票 回来的这个价钱哈 那如果说 呃 你 你的这个 这个request 你的get quote哈 这个get quote里面 你的simple里面 你 你的 你不是get IBM 你是给它一个这个 一个单引号 你是给它一个单引号 你给它一个单引号的话呢 那结果 那就是一个 呃 fold string会回应 回来 就是放到里面就是一个fault 一个fault的session faultsession 里面有fold string哈 就是这个 myseql error哈 就是running station 这个 这个IBM才能去那个资料库查询哈 这个 单引号哈 就是 不能 不能够查询哈 那mouse security会怎么做呢 那这样 这样子不是 那我 这样子我们 刚刚前面没有做这个 firewall security 没有做这个web application firewall的时候 没有做web application firewall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前面这个样子哈 那 如果你装了mouse security哈 如果你是apache的 你装了mouse security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在这边哈 在 在 在这mouse security里面哈 我在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端的firewall 所以你可以在 在后端setup这个rule哈 那setup如果 那setup如果 像这个request header哈 这个 呃 phase one text.sml 哈 然后 这一个text哈 它包含的character有哪一些哈 那其他的如果不是的话 就deny掉 像譬如说 你出了这只有 只有这个IBM这种 这种要查股票 只能IBM股票 你不能够查单引号的股票 那把这些setup到 到这个 呃 mouse security的那个rule里面去 那firewall是做什么 firewall就是让我们setup 这个security rule 我们把security rule setup在firewall里面 那那那那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这些 呃 不合法的哈 不合法的哈 不合法的这些traffic 像刚刚那个引号什么东西呢 它就给你一个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就好了 不像 像这里哈 这里就是myseql error 那就它就给你一个这个 这个